上兩次做的簡單食物,這次比較複雜 我們做這個Beef Tataki Beef Tataki 其實我們會用牛柳 然後會用到Ponzu醬料 我這個是自己醃製的,可以有現成的賣 自己可以找一下 我會示範怎樣做 會用到橄欖油、牛油、一粒蒜頭、半個紅洋蔥 鹽、胡椒粉適量 然後一個湯匙的料理酒 如果選擇自己做Ponzu,就要早兩天預備 Ponzu會帶少少酸、稠、橙味 所以我們會用到日本豉油半杯 兩個檸檬 然後兩個茶匙的柚子汁 如果沒有記錯,就叫做Yuzu 然後會用到一杯米醋 然後一杯味醂 然後一杯味醂 然後剩下那個 昆布就是用來浸 然後這個Bonetot Flix 會用到兩個大量 首先第一步,把檸檬洗乾淨之後 拿去批皮 整個皮都要完 批好之後 就可以拿去檸檬汁 我們把兩個檸檬汁 拿去這個容器裡面 如果不想把柚子隔走 記得用SIFT 首先幫我們把柚子隔開 如果不然會把柚子隔走 然後把其他材料都加進去 我們會用到兩個湯匙的味淋 然後半杯的日本醬油 然後放大約一個湯匙的柚子汁 我放多了 可以放兩個茶匙也可以 我喜歡它的Citrus味比較重 所以放多一點都可以 如果沒有這些,用橙汁 即是用橙去榨汁也可以 攪拌好之後 倒入容器裡面 然後把兩條洗乾淨的均布 放進去 然後兩個群組的BONETO FLEX都放進去 我們這個容器 蓋上蓋子 扭緊它 放在雪櫃裡 浸它兩天 然後它那個均布 和BONETO FLEX的味 就會放入豉油裡面 然後我們把柚子隔走 就可以了 兩天之後 我們可以開始了 我們那個牛柳 好,我們把柚子隔乾 然後在上面 我們放鹽和胡椒粉 兩邊都放進去 然後塗勻它 我們準備一粒蒜頭 去衣後 把它切薄片 不用切到它很融 我們想那個油裡面 有蒜蓉的香味 搞定之後 我們放在一邊 然後切紅人蔥 我們把它切成C 不要太幼 粗條的C 然後把中間的芯 不要 你用你的方法切 我喜歡它 每個人的形狀都比較平常 所以我切開 一個圓形 再切一半 搞定之後 又是一樣 放在一邊 我們用中火燒熱一個鍋 然後倒些油 大約兩個湯匙左右 我們把蒜蓉 我們切開蒜蓉 就放進去 兜一兜它 盡量不要炒到它 焦掉 我們盡量炒到它 開始變黃 一點點啡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拿走它 我們拿走它之後 就可以煎這個牛柳 我們把蒜蓉 放進去煎 煎大約多久呢 每邊煎大約兩分鐘左右 你想它熟一點的話 可以煎多一分鐘 我通常的牛柳的意義 是牛是比較生的 如果你要吃medium rare 或者要吃再熟一點的牛肉 就可以根據你自己的喜好去煎熟它 整個過程會比較大煙 因為你想它的表面 其實就做到洞 做到好像很熟的效果 但是它的心 其實你想做到它生 其實最重要是表面 所以 留意一下 如果不是的 如果用慢一點的火 做出來的效果 就會跟猛火煎出來的不一樣 煎完兩邊之後 就可以煎到那個橫切面了 煎大約三秒就可以了 然後就放20g的牛油 我們首先把牛油和油混合 然後就把牛柳 塑回牛油和油的混合 我們想它的表面有牛油的香味 煎完之後 其實就放大約一個茶匙的料理酒 其實不用料理酒可以用sake 滾兩個圈 鎖一下 就可以上碟 大約5分鐘了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切片 這個牛柳麗 看起來好像很黑 好像很焦 好像很焦 其實實質就不是 實質 可能相機要適合黃色砧板的 contrast 所以令到牛油的表面好像很黑 其實就不是真的那麼黑 你可以看到我裡面的肉 熟度是偏向blue 其實這個是biftataki 它應該有那個效果 但如果你不喜歡它那麼生 你就自己根據你的熟度去煎熟一點 最重要是煎熟完才切 不要切完才煎 到最後就是 組裝一些東西 那我就肚餓了 我就不再花時間去組裝得很漂亮 把紅洋蔥鋪底 然後把牛柳 放開出來 上面灑一些蔥花 然後再倒一些 我們醃製了一個ponju 或者你現成買的ponju 倒回去 那整個biftataki就完成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日式的頭盤 biftataki 希望大家喜歡 試一下做一下 都幾簡單的 OK 那下次都是日本菜 下次見 拜拜